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什么都废了 不但如此 对于女性来说 腰也是显身材的地方 一个人身材好不好 看你有没有腰身 看你的腰是弯的还是直的 一个直起腰来走路的人 才更能显出她的美感 但是在圣经当中 却有一个女人 她没有那样的腰身 因为她是个直不起腰来的人 她为何直不起腰来呢 我们一头来看一处圣经 请看路加福音十三章 向圣经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按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他们看他们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所以你们看他们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这边由家的双脏来 依然按住不顾 逅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そして女性的外国社会 这边是 致 Alaon Siddhi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她说 她说 她就觉得女性相肯对中国社会 第一,在安西迪可不可,主讲,家宝威生的一个人啊,难道都没说在安西迪不过去做想的一个孤独,看去他吗? 看起来这对人本是阿威来行的效果,皮萨蛋抗毛了这十八年,不断在安西迪接下来这些宝马, 这一段圣经是在福音书当中记载,主最后一次在安西日进入会堂,在会堂当中,耶稣看见一个十八年, 十八年驼背的女人,这妇人因为受撒旦的捆绑,经历了十八年的痛苦,虽然之前她因为腰直不起来,软弱了十八年,但是因为耶稣的到来, 使她的病被医治,她就立刻直起腰来,成为了一个刚强的正常人,也脱离了苦海, 今天我们也经常面临,身体或者信仰上的弯腰, 我们要透过圣经,从这个弯腰女, 她能够直起腰来,来激励我们,做一个直起腰来的人, 那么为何要直起腰来呢,首先就是为了使自己坚固, 使自己坚固,圣经告诉我们,这个女人,她病了十八年, 在这十八年当中,这个弯腰的患难,给她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不便, 因为她的弯腰跟普通人弯腰不一样,普通人可能只弯了一点点, 但是连整个腰都弯下去了,就好像整个人是折叠,对半折叠一样, 而且她是一点都直不起来,她的胸部跟她的脚腿,几乎贴在了一起, 圣经说,一点都直不起来,不是她自己不愿意直起来, 是没办法直起来,所以她的生活很吃力,但是当耶稣来的时候, 因着耶稣的爱,主耶稣主动靠近她,要来医治她, 而这个女人,她也愿意被主医治,当主耶稣告诉她, 女人,你脱离这病了,用两只手按着女人,这个女人也非常相信耶稣, 她一点都没有怀疑,我病了十八年,我从来都没有想过哪一天能直起要来, 你是什么人呢,我怎么能相信你呢,你让我直起来,我就直起来吗, 我真的能直起来吗,她一点都没有怀疑啊,她愿意相信耶稣,并且立刻直起要来, 配合耶稣的医治,最终她让自己得着了医治, 她的腰也从此坚固了,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我们常常也像这个妇人一样, 我们可能因为生活,因为压力,因为苦难,把我们压垮了, 让我们没办法干强,成为了一个弯腰的人, 但我们要记住,耶稣的爱,从古至今,一直不改变, 虽然生活的苦难,压在我们身上,常常让我们直不起要来, 我们为了生活,我们离开神,离开教会,往世上奔波, 但是压力还是在,她还是一直把我们一下一下的压垮,直到我们爬不起来为止, 但耶稣爱我们,她也愿意帮助我们直起要来, 但今天我们是否愿意相信她呢, 我们是否愿意像这个妇人一样, 不怀疑耶稣的话, 只要相信她, 神的恩典就能让她的病好起来, 今天我们是否也愿意相信神, 把我们的苦难交托给神, 相信神能用她的恩典, 来战胜我们所有的苦难, 使我们直起要来, 圣经当中记载, 有一个寡妇啊, 她因为负债累累, 丈夫死了, 生下的啊, 但是债主要来讨债, 要把她的两个孩子抓走, 面对这样的苦境, 我们看她的生活不够困难吗, 环境不够恶劣吗, 这一切足以压垮她, 让她从此倒下, 但是她却一点都不难过, 她懂得去寻求神的先知, 她能够从神给她的一小瓶游的恩典当中, 看到背后更大的恩典, 看到背后更大的恩典, 最终因着她的信口, 神也帮助她, 让她能够直起要来, 让她自己坚强, 站起来倒游, 并且倒满了所有的器皿, 得到更大的恩典, 得到更大的恩典, 不但如此, 她把油卖了, 使自己跟两个孩子, 生活得到了保障, 她们能够真正的直起要来, 因为能够真正的直起要来, 在患难面前, 他们靠着神, 抬起头来, 亲爱的弟兄姐妹, 耶稣告诉我们, 在世上有苦难, 在我里面有平安, 凡劳苦当重当的人, 可以到主那里, 主就是我们得着安息, 今天我们也会面临一些苦难, 摆在我们面前的, 可能就是最近的一些疫情情况, 面对疫情一波又一波向我们袭来, 我们束手无策, 面对顽固的病毒, 我们烦不胜防, 虽然我们会忧心, 我们也会害怕, 可能也会因此而被打倒, 使我们失去对神的信心, 有些人也甚至为此弯了腰, 但主告诉我们, 不要怕, 只要相信他, 直起你的腰来, 主要来医治你, 主要坚固你, 使你能够打更美的胜仗, 所以生活的苦难不可怕, 可怕的是你不愿意相信神, 你不愿意将重担交托给神, 当你愿意相信神的时候, 神就能让你执起腰来, 神就能让你执起腰来, 有一个姐妹, 她的膝盖周边, 膝盖周边, 肉里面长了一颗肉瘤, 四年前就检查出来了, 可是因为害怕, 不敢去做手术, 一托就是四年, 虽然这四年以来, 他都没有告诉任何人, 但是自己的心理压力非常大, 表面虽然没有表现出来, 但是内心一直担忧, 他因为他担忧这个病情, 对神的信心, 也因此动摇, 直到今年, 他终于决定去动手术了, 但是他也没有告诉任何人, 打算自己一个人去动了这个小手术, 不要让别人知道, 刚好那一天, 我打电话找他, 问他说有没有空, 他不来想隐瞒他的病情, 也不想告诉我, 就找了个借口, 说这几天有事要外出, 我说那你没空就不用了, 就在我要挂断电话的时候, 他终于想通了, 他告诉我说, 他不是要外出啊, 就是要去动一个小手术, 而且叫我帮忙带导, 我说可以啊, 主帮助你手术一切顺利, 当他愿意讲出来的时候, 愿意去寻求我们的带导的时候, 愿意寻求神的帮助的时候, 他的腰就直起来了, 神也特别的眷顾他, 最长的手术, 他本来以为没有那么难, 他结果从下午两点, 一直做到了下午五点, 而且分了十针, 他没想到会那么严重, 但是神能够帮助他, 他的心能够帮助他, 就算这个手术, 没有他想象那么简单, 神也帮助他顺利了做完, 当手术做完之后, 他说他一直选着的心啊, 也落下了, 他本来压力非常大, 因为身体的缘故, 害怕被人知道, 连信心也软弱了, 但是因为神的爱, 他愿意相信神, 愿意最后交托给神, 所以神也帮助他, 让他信心的腰挺直了, 最终手术顺利完成, 他信心也增长了, 他自己说啊, 真的非常感谢神, 他害怕被别人知道, 但是神都知道, 所以为了让他直起腰来, 特别的帮助他, 所以让他更加的坚强了, 亲爱的弟兄姐妹, 直起你的腰来, 是为了让自己坚固, 因为耶稣爱你, 因着他的恩典临到, 只要你相信他, 神就能够为你战胜所有的患难, 神就能够为你战胜所有的患难, 直起你的腰来, 不但为了让自己坚固, 也要使敌人败退, 圣经告诉我们, 当耶稣医好了这个弯腰的女人, 大家都很开心, 只有一个人不开心, 这个人是谁呢? 对于这个弯腰女来说, 这个人就是他的敌人, 大家都为他弯腰直起而开心, 他不但不开心, 反而还气臭臭的, 对大家生气, 这个敌人是谁呢? 就是广会坛的人, 这个人为什么这么生气? 因为耶稣医好了这个妇人, 所以他的发脾气, 还有借口禁止百姓在安息日就有意啊, 那间接要向耶稣发起攻击啊? 间接对耶稣进行攻击, 那么广会坛的人, 他为何要攻击耶稣呢? 由此可见, 背后有属灵的征战, 因为耶稣来是要救人, 而这属灵的仇敌魔鬼, 他偏偏不甘心, 总是想方设法, 要来破坏耶稣的工作, 借着广会坛的拦阻, 让妇人无法止其要来, 不但如此, 从妇人弯腰十八年, 也可以看到, 仇敌魔鬼的残忍, 他破坏他的身体,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这路加福音啊, 他作者就是路加本人, 而这个路加他是一位医生, 作为医生, 他清楚的知道, 如果是正常的弯腰啊, 应该是因为脊椎引起的, 但明显这个妇人, 他的弯腰, 并不是这样的, 乃是撒但魔鬼的手段, 所以他在记录这个妇人的病的时候, 特别用了几个字, 他说是因被鬼附着, 所以这是一场灵界的交战, 虽然这场征战很可怕, 但弯腰的妇人, 在面对敌人攻击的时候, 并没有胆怯, 也没有因此不敢直起妖来, 反而当他直起妖来之后, 就立刻大大归荣耀给神, 所以因着他直起妖来, 敌人就败退了, 仇敌魔鬼的诡计就没办法得逞了, 对我们今天来说, 也是一样的, 如果你一直直不起妖来, 就会永远陷入魔鬼的网络当中, 但是如果当你勇敢直起妖来, 那么就能使魔鬼大大的败退,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希望我们都能够为此直起妖来, 记得有一次啊, 一个执事, 他准备出去做工, 出发之前啊, 突然间肚子就不舒服了, 他去了厕所, 但是还是不舒服, 就意识到这肯定是魔鬼的诡计, 因为他要出去做圣工, 魔鬼就在拦阻, 因为刚才都好好的, 要出发的时候也好好的, 就在他要开车的时候, 突然就不舒服了, 所以他赶紧就心里没倒, 求神来帮助, 除去魔鬼的拦阻, 因为他这次要去做的圣工, 很重要, 为了帮助信徒建立祷告的生活, 魔鬼肯定不甘心啊, 不让他去做这样的圣工, 所以他就明白了, 做圣工有魔鬼的拦阻, 但他一定要靠主直起腰来, 所以他最终啊, 还是去开车了, 坚持开车, 虽然肚子还是不舒服, 但是他心里迫切的没倒, 但是他心里迫切的没倒, 后来车就开走了, 一路开车一路没倒, 最终到了那个地方, 很奇妙啊, 神帮助他, 让他到了那边之后, 就好很多了, 魔鬼的诡计也因此败退了, 魔鬼的诡计也因此败退了, 那就能够顺利的开展他的圣工, 信徒也因此得到造就, 或许在我们看来, 这只不过是生活当中经常发生的, 这肚子不舒服啊, 怎么就是魔鬼的拦阻呢, 但凭着直视的属灵经验, 以及他属灵的敏感性, 他清楚地知道, 魔鬼是有多么的狡猾, 如果这次他因为肚子不舒服去不了, 那这次推动祷告的圣工, 就完不成了, 那信徒没办法跟神建立亲密的关系, 最高兴的是谁呢? 当然就是仇敌魔鬼了, 因此他为了能够完成圣工, 靠主直起腰来, 拾破魔鬼的轨迹, 最终魔鬼就败退了, 圣工也顺利圆满地进行,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很多时候, 在我们的信仰过程当中, 也布满了魔鬼的网络, 他会设各样的陷阱, 也设各样的陷阱, 拦阻我们完成圣工, 也拦阻我们来到神的面前, 或许有些拦阻, 看起来并不是拦阻, 相反可能还是对你有好处的, 但是这也是魔鬼的轨迹, 魔鬼很多时候, 比你还清楚你内心所需要的, 你心里有点小贪心, 魔鬼也知道, 他也会利用你这种的贪心, 成为让你弯腰的一种手段, 就像当时的犹大一样, 魔鬼就看出了犹大的贪心, 所以犹大因为贪心让魔鬼得逞, 他不愿意执起药来, 在钱财的诱惑当中沦陷, 如果他能够执起药来, 不看钱财, 他也不至于最终失去使徒的职份,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魔鬼很狡猾, 不但让人得病, 也会拦阻人得医治, 让人直不起药来, 他借着广汇坛人的拦阻, 并对耶稣攻击, 故意制造耶稣违反律法的事, 他对群众说话, 叫他们不要在安心日做医治人的事, 实际上是在责备耶稣, 可是耶稣却反驳他, 反驳他, 他说难道你们个人在安心日, 不解开草上的牛驴, 千去饮水吗? 耶稣这么说啊, 就表明这些人, 是假冒为善的人啊, 自己家里的家畜, 他更加关心, 而这个, 软弱了十八年的妇人, 更加需要耶稣医治的人, 他们说不管不顾啊, 所以主揭发了他们的虚伪, 因为耶稣是安心日的主, 所以他要借此告诉众人, 耶稣来啊, 是为了要成全律法, 而并非让人死守律法,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主耶稣来, 是为了让人得到真正的安息, 解除人身上的捆绑, 这样才能够让人得到真正的安息啊, 但我们的仇敌魔鬼, 他常常会借着人的言语攻击, 或者借着人话语的迷惑, 让我们离开神, 在这幕后的世代, 魔鬼更加的猖狂, 很多时候异端邪教的兴起, 并非偶然啊, 就是魔鬼的轨迹, 尤其在这疫情期间, 当我们还没有恢复教堂聚会的时候, 一部分异端邪教分子, 就越发猖狂了, 他们就利用这段时间, 你们没有道理可听啊, 我就挨家挨户到你们家里去, 给你们送道理去, 来引导你们, 表面上看似他们讲的都挺好的, 但其实都是毒汤啊, 所以今天我们不要让自己受迷惑, 我们要让自己执起腰来, 要多多查考圣经, 多多联修啊, 请线上直播, 来避免受诱惑, 这前几天啊, 有一个异端分子, 异端邪教的分子, 就到信徒家中, 去传邪教的一些东西, 他不断地去喊信徒的名字, 叫他们说你过来听啊, 这是末后的世代啦, 这来报效的世代啦, 灌输一些邪教的思想, 有一个信徒啊, 他比较敏感, 他一听这肯定不对啊, 跟我们教会的道理不一样, 他就赶紧联系教会, 即时去甄别这个异端分子, 即时去甄别这个异端分子, 教会也即时的引导信徒们, 在这疫情期间, 大家不当要做好防控工作, 大家不当要做好防控工作, 那也不要随意接待陌生人, 更不要轻易天信别人违背圣经的话,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如果我们都能够警醒, 为真理直起要来, 那么魔鬼就无机可乘啊, 这些异端邪教分子, 他们也会挥挥而逃啊,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执起你的腰来, 不当是为了让敌人败退, 还要使众人欢喜, 圣经告诉我们, 当这个妇人, 她立刻执起腰来的时候, 圣经特别说道, 众人也因此都欢喜了, 因她所行一切荣耀的事, 就是耶稣医治这个妇人弯腰的病, 因为这件事啊, 众人都欢喜了, 这个妇人, 她弯不弯腰, 跟众人有什么关系呢? 她弯腰啊, 又不是我们弯腰, 她痛苦, 又不是我们痛苦, 跟众人有什么关系呢? 但是众人却因为她直起腰来, 就都欢喜了, 说明这个人的软弱, 会影响周边的人, 而这个人的干强, 也会影响周边的一些人, 也会鼓励身边的一些人, 让他们能够因此干强欢喜,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今天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我们也会常常软弱, 软弱不可怕, 但是我们要懂得干强起来, 如果你一直软弱下去, 很可能你身边的一些人, 也会因此受影响, 但如果你能够站立起来, 能够直起腰来, 身边的人, 也会因此而干强, 甚至因此而欢喜, 圣经当中告诉我们, 主耶稣举了个比喻, 说谁中间有一百只羊, 失去一只啊, 他都会去找回来这一只, 直到找着为止啊, 当他找到了这一只羊, 就欢欢喜喜地砍在肩上, 回到家里, 他回到家里还没完啊, 还要请朋友连社来, 对他们说, 我失去的羊已经找着了, 你们和我一同欢喜吧, 那周边的人就跟他一起欢喜, 主耶稣用这个来教训门徒, 今天一个罪人悔改, 在天上也要这样为他欢喜, 所以今天一个软弱的人, 他能够刚强起来, 也会使更多的人受造就, 能够因此而欢喜啊, 这些众人, 他们看到妇人直起要来, 不是嫉妒, 不是怀恨在心, 而是存着感恩的心啊, 与他一同欢喜, 这是很难得的, 今天在我们的信仰生活当中, 当我们能够为信仰而直起要来, 也能够感动一批的人啊, 曾经有一个弟兄, 他也是很少去教会, 甚至不愿意去教会, 不当不去教会, 偶尔还会被别人带去赌博, 他的家人为他信仰非常担忧啊, 天天都劝他去教会, 不要去赌博啊, 然后还家里的几个孩子, 一直叫他爸爸说要去教会, 从孩子很小的时候, 叫到孩子都有自己的孩子了, 甚至这几个兄弟姐妹, 以前他一起写了一封信, 他劝自己的父亲去教会, 可是他的父亲都不肯去啊, 但是有一次, 神特别感动他的父亲, 在一次的圣功当中, 他能够去刚好去参加这一次的圣功, 神就大大的感动他, 让他明白了信仰的重要性, 最终他自己能够直起腰来, 全家人都非常的高兴啊, 大家都因为他能去教会而开心, 每次他几个孩子, 说到父亲能去教会, 各个都满面的笑容, 心存感恩啊, 亲爱的弟兄姐妹, 不但他的家人高兴, 当他来到教会的时候, 弟兄姐妹也特别的开心, 这个从来不来教会的人, 或者很少来教会啊, 能够看到他那段时间经常去教会, 大家都非常高兴, 也替他感恩,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直起腰来, 能让人欢喜啊, 就像这个弯腰的妇人一样, 他直起腰来, 我们也被深深的感动了, 因为他病了十八年啊, 是暖落的十八年, 也是痛苦的十八年, 我们人的一生, 有几个十八年啊, 但是他这十八年当中, 一直处在黑暗当中, 所以今天他能够站起来了, 那靠主干强, 众人也因此欢喜啊, 所以弯腰不是一个人的事, 它也许会影响周边的人, 如果你在神的恩典下, 仍然天天弯腰, 神已经让你直起腰来了, 你还是要继续的弯腰, 那么要叫人如何看到神的恩典, 要叫人如何因此而欢喜呢? 所以执起你的腰来, 就是让我们能够因此而欢喜, 执起你的腰来, 不但为了使人欢喜, 还为了使真神得荣, 使真神得着荣耀, 圣经告诉我们说, 这个弯腰的女人, 她弯腰了十八年, 当她有一个能够站起来的时候, 圣经用了两个字来形容, 她立刻执起腰来, 然后就归荣耀于神, 立刻归荣耀于神, 非常的感人啊, 说明说当她能够执起腰来的时候, 神就因此能够得着荣耀, 众人因使耶稣所行一切荣耀的事, 为什么是一切荣耀的事呢? 说明这个女人执起腰来, 就是在荣耀神, 这件事就能让神得着荣耀, 所以非常的不容易啊, 而且从外观来说, 弯腰是身体的一种变形, 就失去了正常人的一种形态, 其实当初神创造人的时候, 是按照他的形象和样式造的, 可是魔鬼不甘心, 他不甘心我们的形象像神, 也不甘心我们以神的形象来荣耀神, 所以他就想方设法, 让我们变得畸形, 失去神原来创造我们美好的形象, 失去神原来创造我们美好的形象, 不当如此, 从属灵上来说, 弯腰也是灵命的一种变形, 因为我们今天要直起腰来, 就是恢复我们软弱的信心, 重新得力, 重新甘强, 就恢复了神赐予我们宝贵的形象, 我们甘强了, 我们努力的去侍奉神, 就显出了神的荣耀, 所以魔鬼就不甘心, 虽然魔鬼不甘心, 但是神却希望我们能够有祂美好的形象, 所以今天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 我们要为神而直起腰来, 因为我们活着, 就是为了荣耀神, 神今天将我们造在这个世界上, 不是让我们来世界走一圈, 也不是为了让我们来世间享受一回, 或者让我们在世间遭受苦难, 而是为了让我们来荣耀它, 不管我们的生活是欢乐, 还是愁苦, 都可以因此而荣耀神啊, 你的生活是美满的, 你要为此感恩神, 你的生活遭遇苦难, 也不要因此灰心, 因为神要借着苦难, 因为神要借着苦难, 来操练你, 让你信心得干强, 让你借着苦难, 看到神背后的恩典, 来显出神的荣耀, 所以我们要执起药来, 如果你不执起药来, 神就没办法得着荣耀, 在圣经当中告诉我们, 伊利亚先知啊, 当他献心达到最高分的时候, 却因为人的一句话, 软弱到低谷去啊, 甚至躲到山洞里面, 当他躲在山洞的时候, 他就没办法荣耀神啊, 只有当他能够执起药来, 当神的呼唤临到他的时候, 当他愿意走出山洞, 愿意执起药来, 继续去侍奉神的时候, 才能够使神得着荣耀啊, 所以一个先知, 他尚且都有软弱的时候, 但是神没有放弃他, 神会用微小的声音, 来让他走出山洞, 让他执起药来, 来侍奉神, 使神得荣耀, 今天神爱他的先知, 神更爱我们这些属他的人, 当我们在苦难当中, 当我们在忧郁当中, 当我们在忧郁当中, 我们要知己要来, 走出山洞, 才能荣耀神啊, 有一个姐妹, 在前段时间啊, 她非常的苦梦, 内心特别的痛苦, 她心里有好几股气, 但是发不出来, 也不能发出来, 她就一直记在心中, 也因此直不起药来, 她心里很痛苦啊, 然后也跟别人诉说她的痛苦, 甚至在有一天, 半夜的时候, 她还在朋友圈, 发了一句消极的话, 她说为何没有那么幸运呢? 在她的言语当中, 似乎充满了怨气, 那有一天, 她跟我聊天啊, 她也说到她怎么苦怎么苦, 她实在是受不了啊, 她又太气了, 那怎样才能够不生气呢? 后来我就勉励她啊, 你要多听神的话, 少听人的话, 因为你多听人的话, 这些人的话, 或许会干扰你, 可能就让你脾气上来了, 那你就生气了, 要多听神的话, 多祷告, 然后用了一些圣经的话语, 来提醒她, 要依靠主, 来得甘强, 得喜乐, 经过勉励之后, 她也发现啊, 自己确实心存怨言, 缺少赞美, 最后她也反思自己, 那一段时间, 她确实特别的软弱, 很久没有祷告了, 也没有唱诗, 所以她很苦啊, 她勉励过后, 她心放宽了, 也被神的话语感动, 后来她由心发出一句, 她说, 一句谅言, 使心谅言, 使心欢乐, 这是真言书当中的一句话, 她用这句话来回我, 她觉得说, 透过这次的沟通, 她也反省了自己, 确实自己也有不足的地方, 为了能够让自己直起腰来, 她也决定要多多祷告, 自己这样的气也不行, 这样发愿言也不对, 所以她觉得神的话真的非常重要, 亲爱的弟兄姐妹, 很多时候, 我们也处在这样的一种情况当中, 自己走不出来, 但是神会借着她的话语, 让我们重新得力, 直起腰来, 使神能够得着荣耀,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透过 弯腰十八年的妇人, 她能够直起腰来, 让我们看到, 她能够自己得着了坚固, 因为她直起腰来, 敌人因此败退, 让我们看到, 也非常受感动, 而且她能够将荣耀挥给神, 使神得着荣耀, 使神得着荣耀, 愿我们都能够成为一个, 为信仰直起腰来的人, 为自己坚固而直起腰来, 为自己坚固而直起腰来, 为了让敌人挫败而直起腰来, 为了众人受造就而直起腰来, 为了使神得着荣耀而直起腰来, 为了在神的荣耀直起腰来, 愿神祝福弟兄姐妹, Hallelujah, Amen Hallelujah, Amen